这里和我们来实习样条曲线的绘制 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设计固定当中 样条曲线它主要是包括两种类型 一个是平面当中的人的曲线 再一个是空间当中的人的曲线 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这样一个平面样条曲线的绘制 好 我们现在起来关于到人当中 新建一个模型名建 进入到零件建模的话题当中 那么进入固定中 一般情况下平面当中的人的曲线 是通过在二维炒图的环境当中 来进行一个具体得到的 因此接着我们就需要先来执行炒图绘制这个命令 然后选取比方说前实际里面作为炒图平面 此时进入到二维炒图的环境当中 那么在这样一个二维炒图的环境当中 软件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两种绘制样条曲线的方法 一个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样条曲线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过点的样条曲线 再一种是这样一个样式曲线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通过几点的一个样条曲线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是这样一个样条曲线 或者说通过点的一个曲线 那么在通过这种方式创建样条曲线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去指定这样一个样条曲线 所通过的一些点去 那么这个点可以我们通过鼠标单一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也可以通过选择现有的草图或者是模型各种点都是可以的 那么当我们执行完这个命令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指定比如说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第五个点都不这样 右击选择选择命令 这样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通过点的样条曲线的绘制 那么现在我们指定了这样几个点都不这样 那么都是通过这个样式曲线 或者说这个样式曲线都是通过这些点的 那么现在这些点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呢 通过鼠标单一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那或者说呢如果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这个点的都不这样 或者说我通过比如直线做了一些线的绘制 那么像这些线的端点线有点都可以做个怎么样 这些样条曲线通过点来进行一个使用的看到没有 包括这些点都可以用这么样的问题 那么包括你这个现有的这个实体模型都用的点 你可以来进行用的都没有问题 这是这样子 而这种时候的关系这样一个通过点的样的曲线 那么当我们后期比如说调整这些点的位置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样条曲线的形状呢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你看在调整这个形状过程当中这个点的时候呢 这个形状变形还是比较明显的都不这样 那么所以说样条曲线对于调整这个整体的外形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所以说对一些形状比较复杂的一些曲面零件的外形形状 那么如果它比较复杂 那么一般情况下是通过样条曲线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控制的 那么因此呢样条曲线在我们进行做曲面零件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运 希望大家能够特别重要的进行掌握一下 你看这些点是不是都可以进行调 都可以来进行调 都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关于这个样条曲线的这样一种汇集的方法 那么另外呢 在进行具体汇集样条曲线的时候呢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样条曲线 如果就是说你是在现有的对象基础上来进行做的样条曲线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点做这么个样条曲线呢 是不是也可以对不对 那么现在做这个样条曲线呢 我可能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让别它和它相切对不对 如果你想让开始结束成绩的相切的话 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在这一块加一个什么样相切 就可以对不对 从这一块是一样对不对 也可以加这个什么样相切都行 这是这个开始结束成绩的控制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那么大家说一句 在我们以后进行创建这个空间存现的时候呢 那么你只有这个线和线之间相切 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曲面的相切 线相切面才能相切 这是在做曲面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你线本身都不相切 那么你曲面它是不可能相切的 线不相切面绝对不可能相切 你线相切面都不一定相切 就是你这个线相切的话 那么你还要在做曲面中呢 保证面相切才可以 这样才能够保证面和面之间的一个相切过渡关系 才能够保证 这种是这一个 那么再一个的话 在我们通过这种点的方式做这个线的曲线的时候呢 假如就是说 现在我这么来做了几个点了线的曲线 大家注意 当我们把这个线的曲线做完之后 假如就是说 我觉得某一个点有点多余 我觉得这个点多了都得怎么办呢 我能不能给它删掉呢 好可以选择它 直接按阻碍键就会删掉 这个也一样的 也可以删 全部都可以了 反正删完之后它就是两个点 就是一根线都不得 是这样子的 好这是一点 那么再一个是 这个点可以删 那么我能不能去加呢 能不能去加这个点呢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点也可以去加 也可以去加 那么只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去加 需要借助一个命令条 哪个命令条呢 我们需要在这一块右击一下 将这个样条曲线工具给它调刷了 在样条曲线工具当中 有一个这个按钮 叫插入样条曲线行指点 然后点这个点 这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加点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吗 是不是可以加 同样 你这块也可以去加 比如这个我就要加一个点 这个我就要加一个点 这不定 图都行 看到了吗 图都行 包括这个是不是可以调角度 看到没有 这都可以调吧 那随着你看 点位置 并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个群的形状 你这个角度 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控制要素 对不对 读得没有问题 好 这是关于这个样条曲线上中 点的添加和减少的一种方法 就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这一个 关于这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在进行具体串联形的曲线的时候 你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类型的曲线 它主要是这样的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以后用了 大家需要注意 比如这里我给大家画一个正六边形吧 比如外边再画一个正六边形 好 大家想一下 我能不能够通过 比如说这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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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以及这个 这个 这个点 做一个封闭的样子曲线可以吗 就是样条曲线可不可以封闭 这是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这一块 你好像想不上 对不对 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这样 大家注意 假如我 这里有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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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这样 选一段曲线 大家注意 你看能不能够让它封闭上 你看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封闭 但是你一发现 这个你就封闭不上 你就封闭不上 那么这个封闭上 人们会说 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操作有问题 好 你要不相信 我再给你做一遍 你看一下它能不能做 大家注意 这一次我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就慢慢去做 你就来看 它能不能让你去加 你看 这一块是不是可以 可以 但是这一块你会发现 少了一个点 少了一个点怎么办 我们从这一块怎么样 这不可以加上一个点 像这一个 这个点可不可以拽到这个地方来 也可以吧 那是不是没有问题 这就可以加的 大家注意 如果你再去加这个点的时候 它不让你去加上 这个低 不让你选第一个点的话 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它不让你选 那么你需要先把这个点 在空白期望点一下 然后后期再给它加上 点和点的充分就可以了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对不对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 所以你看像这种情况 这个普通就可以这么来花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关系这一颗 封闭的样的曲线 所以说封闭的样的曲线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里面说这一个 好 这是第一种类型 是通过点的样的曲线 这里面再看第二个 就是通过几点的样的曲线 那么通过几点的样的曲线 那么它主要是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费塞尔的 一个是B样条 度数三 B样条度数五 B样条度数七度五点 我们先看费塞尔的 它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选择是这种类型 大小小G 你在做样的曲线的时候呢 它只会去通过你所点的第一个点 和最后一个点 而中间的一个点 它都不会通过 那么虽然说它不通过 但是呢 你这些点的位置 对你这个曲线 是有影响的 看到没有 你看点的位置不一样 它就形容的不一样的物量 那么它能够起到一定空中作用 那所以说这是这种 根据几点的样的曲线 的物量 这是这一种的物量 好 这是一种情况 好 那么再一个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 在这里面 它有贝塞尔 还有这个尤里比样条的物量 有三度的 大家注意 你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需要注意 在做这个样条曲线的时候呢 这种样的曲线 你度数越多 它就越光顺 是吧 度数越多越光顺 越多越光顺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 在做这个样条曲线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做这个 你达到这种 贝塞尔曲线 基本上就可以 对不对 当然了 如果你想到了 做的更光顺 那么你最好就选中一个 对不对 就这个是正光顺 而上面是 一次递减的 一次递减的 但是这种光顺和不光顺 我们通过肉眼是很难观察的 你只有经过专业的分析工具 你才能够分析看到 他们今天这里是不一样的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是关于这个 极点类型的音乐曲线 大家需要注意 极点类型的曲线 它只会通过 第一个两个中文一点 而中间点它不会通过 但是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说不通过 一定要注意 它对你这个曲线 是有很重要的控制影响的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而这种事的关于 样条曲线 这样一样的方法 一般喜欢这两样的方法 因为比较多的 可能是第一个 比较多 因为可能我就想让直接来进去控制 这个相当是一个直接的 这个只是间接的 因为你不通过 那么你只能进去控制 虽然说 如果你的控制影响不强 你想想仅仅知道这些控制点 那么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成为怎么样的 所以说就不大好 因此通过点用的比较多一点 而这个用的比较少一点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这里我们说的这一个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做这种样的曲线中 一般情况下 这个通过几点的样的曲线 它的光线性会比较好 光线性比较好 而这个样条曲线 可能会有时候会得到一些 光线性不是特别好的曲线 那么所以说 如果你这个曲线 光线性还是比较高 你最好拿样的曲线 如果光线性要求 不是特别高 对不对 或者你就可以拿 样的曲线来做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 各有优区点 对不对 需要大家注意 根据具体情况来去选择 合着方式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是关于 这个平面当中 一样的条曲线的绘区 那么说完这个 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一个是关于 这个空间当中的曲线 那么空间当中的样的曲线 我们可以通过 执行3D草图运动来工作 就我可以通过3D草图 然后选择样的曲线 对不对 这样你可以画了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呢 去切换平面对吧 对吧 你看 可以了吧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空间当中 的曲线的一个位置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空间的曲线 那么空间的曲线 同样是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通过点的 对不对 一个是通过几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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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那么通过几点也是一样 它只会 大家注意 通过几点的话 它只会通过 第一个点 对不对 和最后一个点 看到没有 是不是 默认之后 如果你不清完平面 它都会在一个面 如果你是通过 几点清完平面 它就可以清完平面 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 去演习一个清完平面 然后注意 我们先来 第二个 好 一个点 好 我们切完平面 再写一个 再写一个 对吧 看到没有 是吧 看到吗 你看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空间当中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就这样子的 好 这里关于这个空间当中的样子条曲线 这样两种方法 然后同样的 我们可以右击选择 样子条曲线功率 对不对 这不可以加点 可以吧 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加 这可以加吗 这个点你不能加这个几点 你只能加这个点上 就这个空间 它只能 正在这个来应用 对不对 正在这个来应用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做的 这一个 对不对 这是我们做的 这一点 好 这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好 另外一个的话 在进行具体创断链 这个空间当中的样子曲线的时候 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我可以直接在某一个面 真的来做一个曲线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这样 我这么来怎么做 我们选择 比如说 先做一个 旋转曲线 大处一 进入一个旋转曲线 我们选择 比如说 前置最低的面 然后比如说 我们这样 通过 样子条曲线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大概 中的一个样子曲线出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通过中线的方式 比如说 做一条 数值的 无形状的中线出来 现在怎么样呢 我现在这么样呢 我要让比如说 让它让它来硬转的无量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 曲线出来的无量 好 确定 现在我能不能够 在这个曲面之上 比如说 做出一个样子曲线出来呢 在面上 做样子曲线 可不可以呢 好 这个也可以的 你要选择那么 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选择 直行 三级超乎 选择 曲面上的样子曲线 打出我们选择这个曲面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就这样 大家做一下 对不对 好 我们重新来 重新来画 然后重新画这个曲面 上的样子曲线 从这边来进化 可以吧 你看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去调 你调到这个上面 都行 包括这个角度 是不是都可以去调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调 看到没有 对吧 你看行了吧 你看这样就可以 找到这样一个曲线了 对不对 你看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面当中的样子曲线 所以说 如果你想在某一个曲面之内 做一个样子曲线的话 就可以这么来进化 大家注意 在曲面上做样子曲线 如果你没有一些现有的点 作为参考的话 如果你要单纯这么一句话 那么这个话的随意性比较强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曲线 腰左不是很高 对不对 或者你是 第一个设计了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这么来画 对不对 就是当然了 这个本身就没有什么 它具体要求 随着你可以给你的情况 来自己来画它 就行了 是这样子 那么它随意性 既有它的好处 对不对 也有它的不足之数 不足之数在于 这个精度要求 不会出的高 对不对 所以对于精度要求 不高的一些东西来说 比如我想做一些话文出来 对不对 那本身就是说 随意性比较强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这段方法 来进行做它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里我们说的关系叫一个 曲面当中能源曲线 那么另外呢 曲面当中能源曲线 我能不能够 比如说做一个封闭量的 这可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让它曲线 比如说这个曲面上的 好 我们这样 是吧 大家这么做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点 它应该是不让你这么来选 所以说一选 这个点子就崩溃了 然后我们将它 忘了重启一下 那所以说在曲面上 做这个曲线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做这个封闭 可能这段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最好不要这么来做 最好不要这么来做 如果你确实需要 让它封闭的话 一般是怎么来做呢 我们给大家去演示 也怎么来工作 我们可以尝试怎么样呢 就先不让它封闭 对不对 先这样点一下 然后就怎么样呢 我看能不能加一个怎么样 加一个约束就会这样 加一个约束来控制它 这种方法来做 看这东西 好 我们选择将它激活 新建一个模型的文件 然后比如说 我们也是先做一个 旋转的曲线做的 好 比如说 我们就从样的曲线来做一下 我们做一条数值的 物件上的东西显出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通过 草图当中的三级草图 选择曲面上的曲线 重新来画 这样 然后我能不能让这个脸 让脸再重合一下呢 让这个点和这个点 能不能重合呢 合并 对吧 你在合并的时候 你发现这一块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冲突中的这个点 删除 把这当中看有没有相关的几何约数 这个几何约数 看能不能删除它呢 不大好删除 不大好删除了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你看 上条的话也不大好删 因为这一块的话 本身的话 它和现有的一些约数 是稍微有点凶突的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基准 这个给它显示出来 看能不能删掉 这个也删掉 这个好像删不掉 这个要删不掉的话 它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说的话 在这个曲面之上 如果你想做一个这种 封闭的样子曲线的话 单纯用手去画 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不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在曲面上做样子曲线 一般情况都是进行开放的 就是进行开放的 那所以说的话 如果你要确实想要做封闭的话 那么你最好不要怎么样呢 不要去找这些 编写的点 比如说我这样 我选择 比如说通过曲面样子曲线的方式 我们这样 这么来画 对不对 你看这样 那时候你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找到 这些编写的点 对不对 你本来这些现象 对不对 然后你要挪走了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注意 就需要大家注意 好 这里我们说的关于 这个曲面当中 样条曲线的一个固执 这是这样几种 空间样条曲线的一些固执方法 那么针对这个空间上的曲线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大家注意 空间上的曲线 我们也可以针对现有的一些 二维平面当中的对象 来进行做一些空间当中的一些曲线 那比方说 我们做这么一个图形 大书1 好 我们选择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选择是一个 正七边形的大书1 一个是 这么一个图形 这样它比如说是水平的关系 确定 好 然后我们将上的距离面 进行怎么样呢 进行平移 平移的距离 比如说给它是一个 是一个毫米的 然后在这方面 再做一个超图 好 我们通过一个 多边形的方式 再做一个多边形 好 退出 让大家想着 我能不能够通过 上面这个多边形 和下面这个多边形 然后统一的做一个 空间当中的样子曲线呢 这可以吗 好 大主意 选择 真的条图 大主意 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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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吧 大主意 我换完这个图 你就可以想一下 这种图形 在什么 上面会用了 其实 比较常见 好 大家注意 选它 这就是这个图 你看 然后呢 这 大家注意 你看看 这个草图 什么时候会用 看这个 比方说 这样一个灯罩 就是这样 灯罩下面 就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花盆 花盆上面 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这样 那随着以后 建成这种形状 就是这样 那么通过这种 这样的曲线 就可以快速做出来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 通过这个 就要能够掌握 如果以后 大家遇到这种 类似的结果的话 需要能够清楚 要怎么来进行做 尤其是这种 空间当中的曲线 怎么来进行做的 那么其实 像我们 比如说 你要想做一个 这个灯罩的物件 像灯罩 像这个线 是创建灯罩的 一个关键点 好 这里我们是这个关键 这个空间 样子条曲线的位置 好 我们将这个文件 给大家去报 重新一下 大家有语言 就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这一个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通过这个 大家可以尝试的看一下 能不能够 把这个灯罩 能够做出来 就会这样 这也是一个例子 好 我们定义上是一个 空间 样子条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好 那么关键这样一个 样条曲线当中 这样两种 样条曲线的 绘制方法 那么这里 我们就在 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样一个 样条曲线的 基本的一些绘制方法 和技巧 能够随便掌握一下 因为这个呢 在曲面里面 就能非常多 感谢观看